封面新闻记者审议 四川青年刘大卫网购访真枪被判无期案 将于12月25日9时于张州 是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 当天早上八十许刘大卫的父亲 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相信法院能给出儿子无罪的判决刘大卫父母 2014年7月 刘大卫在QQ上联系卖家购买了24支仿真枪 2015年4月30日 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走私武器罪 判处刘大卫无期徒刑 刘大卫不服判决 第二天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同年8月福建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此后 刘大卫的家人更换辩护律师 并在同年11月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诉状 刘大卫2016年10月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通告称经依法复查 认为原审量刑明显不当 决定本案由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另行组成和议庭进行在审时隔将近两年之后 今年8月10日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次审理次案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庭旅行职务庭审现场 检方与辩方就涉案枪支与刘大卫购买的仿真枪 是否具备同一性 以及该案是否适用 今年3月28日发布的涉枪案件批复展开了充分辩论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徐兴及其助手消职额 从购物清单、派送单、物证、扣押清单、开箱视频、枪支 但要鉴定书、发表致证意见 认为证据的同一性存在明显问题 检方则认为结合原审认定证据和再审提交的新证据 足以证明你大卫购物清单中的枪行物 与被查获的枪行物、送检的枪行物一致 今年3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 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迁弹形式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 对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迁弹形式案件定罪量刑问题作出规定 检方认为 此案在审并不能适用批复 而被告刘大卫的辩护人徐欣则同行法的从旧监同行原则出发认为适用此案 检方还表示 鉴于被告人刘大卫购买枪行物时 为满18岁且所购买的枪行物 被海关查或并未流入社会 法庭在审时应充分考虑 对于本案的判决结果 辩方律师徐欣表示 刘大卫的案件很典型 对于我博的仿真枪案件的处理方面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见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 欢迎向我们爆料 一精彩那有费用筹谢 爆料微信 关注IHXDSB爆料QQ33E 8640万零571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